去年發售的《薩爾達無雙 災厄啟示錄》 將了好久的 DLC 在今年 E3 任天堂的發表會中 終於公布第一彈古代的鼓動的詳細內容啦 首先新增的角色是歷代的守護者 玩家將可以操作這個原作中熟悉的牆敵 用招牌的光線技橫掃千軍 至於主角林克則增加了新武器蓮佳 蓮佳擁有相當長的射程 還可以甩出衝擊波或將自己勾向前方 玩家可以用這把新武器 在全新的任務中接受更困難的挑戰 而薩爾達的新武器居然是大師機車 用這個經典做齊來當武器 說不定會比彈丁還猛呢 DLC 古代的鼓動預計將在6月18日正式上架 想要玩到守護者的玩家趕快把片子找出來 準備成為滿身都是小兵的另外一個海拉魯王國吧